胃胃后天之恩 养护、胃腐 最重要的是注意饮食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以养护胃气 所谓胃气 在中医理论中 泛指以胃肠为主的消化功能 肠胃功能一旦失效 人就会虚弱 虚症、消化降低 抑胃胀肌而食欲不振 下肢无力 以后亦腹痛 腹泻或呕吐 消化不良 这些不仅是胃肠问题 而会影响睡眠 并且最终影响整个精神状态 所以说胃病三分之七分养 很多人都会自己去药材店 买草药熬煮 温度的熬煮和分量 比列也很重要 如果有稍微不对 都会可能影响功效的化挥 不但浪费时间 而且效果也不好 如果你或者身边朋友 你胃痛 胃胀消化不良 胃酸导流和胃烧性问题等 推荐你这个GKB安中赏 主要针对脾胃虚寒 气血淋滋而引起胃痛和腹痛 配方有气味草药 颜骨锁 鱼气止痛 端母粒 脂酸 综合胃酸 高粱姜 生姜 小茴香 肉桂 温味驱寒 抑制神经性 疼痛 肝草 缓急和止痛 调和主要 使功效更好发挥 这七味的组合 可以更有效改善 胃部不舒服问题 GKB安中赏示 经过严格的 MPRA KKM 和MAL认证 证实了对胃问题 能够起到效果 一评就能体会到 胃的改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